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号说 乌方已向北约递交快速加入该组织的申请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号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重申 加入北约的任何决定 都需要得到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与斯托尔滕贝格通话 详细向对方阐述了乌方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 双方还就下一步北约向乌方提供支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乌克兰与北约在国防领域的合作 已经超过了一些北约正式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 乌克兰未来将进一步深化同北约的一体化 针对乌克兰向北约递交快速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仪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30号称 美国立场明确且一贯 强烈支持北约开放门户政策 强烈支持能够加强北约能力的国家加入 但加入北约有一定程序 相关国家将继续遵循这一程序 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认为为乌克兰提供实际帮助 是当下支持乌方的最佳方式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程序应留待日后进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西方国家拒绝了乌克兰关于快速加入北约的申请 这表明西方已准备好利用和抛弃乌克兰 省